最近找了一些甜品 今天就一次就把它们都拆开尝一尝 这个榴莲的千层有点变形了 真的有榴莲肉 出乎意外的好吃 千层皮是没有韧性的那种 就是用叉子可以一切到底的 不算很薄 但是榴莲的味道不错 就不是那种很廉价的榴莲糕 但是奶油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混合的那种 这个是奥利奥巧克力蛋糕 外边黑色的是一层巧克力涂层 中间就是巧克力味的海绵蛋糕 偏干了一些不够湿润 这个没有写名字就长得像拿破仑的样子 好硬啊 老式奶油是没跑的 中间是那种超市的口感的那种的软的拿破仑的酥皮 外边的这个蛋糕卷就像虎皮蛋糕卷的那种 还算湿润的口感 上面加了一块不规则的巧克力块 还是真子巧克力 就是掰了一块真子巧克力给你摁上了 慕斯蛋糕 我还以为是个布丁 入口即化很浓的咖啡味 你能同时尝到咖啡的甜苦酸 比较那个黄色的是吸收了咖啡叶的很湿润的戚风蛋糕 就非常还原咖啡的味道 很好吃 这个是个蛋糕卷 怎么说呢 这个蛋糕卷的花味挺好看 但是中间那个奶油吧 不是太 这是个碱水条 能看到上面的芝士吗 感觉这个应该挺好吃的 这个芝士放的还不少呢 感觉中间这个黄色的不像是芝士和奶酥的那种 还有一个有限分量的欧包 芋泥奶酪肉酥都是我的爱 这个奶酪用的是什么奶酪啊 有没有以为会是那种微酸 非常细腻的奶酪的口感 那个芋泥啊 就特别像我第一次做芋泥时候的那种口感 就是 干干的 很干的那种细腻 就是后来我就长记性了 应该加点奶油啊什么的一起打 而且看那个颜色应该也 没有加紫书粉条颜色 什么的 今天吃了这几样啊 我觉得这个咖啡的慕斯蛋糕是好吃的 然后这个碱水包是好吃的 还有那个榴莲蛋糕也不错 还有丰盛的一顿下午茶呀 我要找人缝啊 收拾一下了 拜拜